歡迎加入1400說新聞 我是李作恆 先來關心是中台康瑞 他的路徑現在說不斷的稀休 那麼最近幾報到底還有沒有調整 而影響的範圍和程度有變化嗎 時間交給宣童 好 謝謝作恆 這個中度颱風康瑞 持續的往台灣的方向來靠近 而且這太平洋高壓是異常的增強 它的位置也更偏稀 所以它往台灣的近距離靠近的趨勢 是大幅的增多了 甚至不淺的模式來看的話 更往南修都有可能 花蓮到台東一帶登陸的機會都是很高 我們來看到各個國家的氣象單位預測 無論是中央氣象署 還是美國海軍日本氣象廳 都認為從花蓮台東一帶登陸的機會是最高的 當然也不排除可能南邊一點 會到恆春半島一帶來登陸 更或者是從巴士海峽這邊來掠過 也是有這機會性 但是我們要考量到的是這個季節 其實秋天的這預測相對難度的地方在於說 旁邊的太平洋高壓它異常的增強 會增強到什麼程度 是我們隨時需要留意的 所以請大家要隨時留意這個颱風 未來幾個小時它的變化 我們都會隨時為大家來做一個掌握 首先我們先來看到中央氣象署的預報路徑 其實你看到在黃色的圈圈裡頭 都代表它七成有可能中心會登陸 或者是經過的位置 所以無論是巴士海峽 還是從台灣東邊的海面來掠過 都是有這個機會 而目前來看 這颱風是還沒有到 距離台灣大概還有800多公里左右 而在今天晚上的時候 就有可能會發布海上颱風警報 而在禮拜三的時候 一早就會發布陸上颱風警報 但是這兩天颱風還沒有到 颱風要到要等到禮拜四的時候 可能晚上一直到禮拜五的清晨 才會中心登陸到台灣 而在禮拜五的白天呢 其實它的中心位置就已經落到了台灣海峽這一帶 於是就會明顯的緩和下來 所以再來要看到的是這個中度颱風 康瑞呢 它現在的近中心風速是來到了每秒35公尺 未來還會持續的增強變胖 有機會來到每秒48公尺 而暴風半徑的部分呢 七級風250公里 未來也不排除會來到300公里 所以我們可以說這個颱風是一個又胖 而且又強的颱風 最主要是因為它在靠近台灣的時候 還會經過黑潮暖流區 還有進一步增胖增強的空間做痕 好確實要提醒觀眾朋友 不可以少去這個颱風 但是說到了颱風 很多人也想問說那會放颱風架嗎 宣童 好確實大家關心到底有沒有可能再放颱風架 如果這個颱風也放了颱風架的話 代表說今年的颱風架就已經放了5天6天 但有沒有可能呢 我們帶大家來看 以目前的趨勢上來講 暴風圈有可能襲擊到的時間 在禮拜三的時候它的位子 大概是在巴士海峽 而在禮拜三禮拜四的時候呢 就會來到了台灣的陸地 而到了下這禮拜五的時候 就會來到台灣海峽這一帶 所以這個距離呢 其實都是越來越靠近的 而且影響時間從禮拜三一直到禮拜五 都需要特別留意 而如果以暴風圈侵襲的機率來看 其實全台灣本島都已經高於九成以上了 但如果我們要講影響的範圍 影響的強度 最明顯的 當然還是在東半部地區 宜蘭 花蓮 台東 甚至在橫沉半島 而在第二個需要注意的 是在北部地區 以及在南部地區 還有在中部的山區 而在中部地區 相對這雨可能會比較少一些些 但是同樣要留意的 就是因為這東北風外圍環流灌下來 其實在沿海的風浪 還是來的比較大 風勢也不小 所以我們就要帶大家來看 未來幾個小時的降雨狀況 在今天白天呢 純粹的東北季風 這時候颱風還沒有實際的影響到 北東地區有雨 部分地區已經來到了大雨等級 而在中南部的山區是午後震雨 到了今天晚上還是一個東北風 南部地區熱力作用消散就不太會下了 但是到了明天呢 東北風之外還有颱風的外圍環流 北東地區就要注意有局部的豪雨 甚至花蓮和台東呢 越晚的時候雨還會來的更大 我們來看到降雨趨勢 雨最大的時間會落在禮拜四到禮拜五的清晨 這時候整個東半部地區都是紫色白色的一片 代表有可能來到大豪雨等級以上的降雨 另外像是在北部地區 南部地區還有剛剛提到的中部山區 有可能達到局部豪雨 而在禮拜四的晚上到禮拜五的清晨 中部地區也有可能來到大雨等級以上的降雨 目前看起來這個颱風要等到禮拜五的時候呢 才會逐漸的趨緩 白天的時候 所以還是要特別留意 在今天明天相對影響還比較小的時候 然後趕快做好防台措施 好 防台要跟颱風來賽跑做準備 所以新北跟高雄的首長呢 也是提早做了防台的因應準備 有哪些呢 我們再把時間交給宣童 好 謝謝作恆 這10月跨11月了 怎麼還會有颱風呢 當然各縣市政府的首長 覺得現在頭非常的大 而且考量到要不要放到颱風架 這可能也是大家最關心的 但是在這之前 我們要先特別留意的 就是這個颱風 到底有沒有可能會造成 類似共犯效應的影響 畢竟之前山陀颱風有 我們來看到它的結構呢 是越來越渾圓 而當它靠近的時候 除了本身的東北風之外 還有颱風的外圍環流 雖然有類似共犯的狀況 但是實際上並不明顯 因為在禮拜一禮拜二的時候 東北季風是減弱的 所以當這個颱風靠近台灣的時候啊 其實最主要的影響 還是颱風本身帶來的颱風雨 東半部地區 南部地區 北部地區 都是首當其衝區 再來我們看一下各地方首長 他們做了什麼樣子的決定 在禮拜三到禮拜五的時候呢 其實各地方都要特別留意 雨是逐漸的增大 甚至到禮拜五的清晨前 都是警戒區 所以在高雄的市長的部分呢 他就有特別提醒大家 在六龜區 茂陵區 甲仙區 桃園區 還有納馬夏區 這幾個地方呢 在過去與中南部地區的 無後雷震也是有的 而且山陀和颱風 當時也是從這邊登陸 所以雨也很多 風也很強勁 但是這一次 有沒有可能會影響到 我們剛剛透過前面的 預測路徑圖也說不排除 有可能會往更難的地方來修 所以確實南部地區的雨呢 依舊是不容小覷 尤其在山區 要特別留意的 就是連雨的降雨 有可能會有 攤坊落石 或者是吸水暴涨的狀況 而在新北市地區 也是要特別留意 尤其在上市的山陀和颱風呢 在東北風的影響之下 整個東北角雨非常的多 甚至基隆破了 累積雨量的紀錄 所以這個新北市長候友宜 就特別提醒了 北海岸 東北角以及山區呢 都要注意有可能會有強降雨 同時伴隨著強風 沿海注意要有9到11級以上的強震風 所以持續要求低洼地區 要進行災後的復原 畢竟現在這颱風還沒有到 但是等到颱風來做的時候呢 其實已經來不及了 錯痕